来 阿姨好 进去吧 未必有话跟你说 好好听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身体还好吗 挺好的 刚刚医生也说了 没什么事了 静下一段时间就好 那就好 我看你这 未复得可以啊 对啊 气色不错啊 那还是要多谢你吗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 这孩子 可能就真的没了 我 那我还能见死不救吗 是不是 这是我的工作啊 孙内的事 但是肯定是你的 一样的事 什么呀 你让我来 你先给我的工作 你先给你的老是 手机 你安排那么 你应该为了 对吧 我看你 看你没什么事 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 你这工作 能陪孕妇产检吗 我 我们主要是 处理突发病症 还要转送病人 陪孕妇产检 暂时没有这服务啊 我 产检你不得找孩子她爸陪吗 怎么了 她又没时间啊 我上回我就想说了 李贝 那天你那么危险 是吧 她都不在家守着 现在你连产检她都没时间陪 她以后怎么当爸啊 李贝 这事你真得好好教育教育她 不管她工作再忙 生意做多大 那产检这么重要的事 她当爸的 她 她得赔呀是不是 是啊 我就是在找孩子她爸陪我产检吧 是那找完的人呐 你得命令她来呀 这个时候 我说了 我就是在找孩子她爸陪我产检啊 行 我就是给你转过来 给转过来 你个傻小子 都快急死我们了 你还没明白吗 贝贝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 你那天救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我去找孩子 莱莱 你不知道贝贝有多难 你们刚离婚没多久 贝贝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还说什么 不管以后是不是一个人 都要把孩子养大 而且还不让我们告诉你 人家苏承啊 一直也没放弃 不但照顾贝贝 孩子都能接受 人家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可贝贝为了你 一口回绝 不过 还真没白等 没想到 你会在120上班 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变得踏实 稳当了 所以贝贝 愿意给你个机会 爸 妈 你们怎么才告诉我呀 老婆 这是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 我要当爸爸了 我爱你 那我爱你 我真 真是好爱你 你别压着他 你傻子 你傻子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好儿子 真好 真好 贝贝真漂亮 是啊 贝贝啊 你真得感谢你 给我们家雷雷一个机会 雷雷啊 贝贝是个好女孩 这么付出 这么痴心 以后你要好好带人家一辈子 知道吗 知道 爸 妈 其实这次呢 我和震雷 真的要好好感谢 二姐和二姐夫 要不是二姐夫 给他介绍120的工作 他也不会一下改变这么大 而且这次我住院 震雷还让二姐夫 托人照顾我 姐夫也是安排得很周到的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二姐呢 心里也是一直很关心震雷 爸 那我先去收收行李 今天就帮到一夫 一我们家住了 好 好啊 好 那个 记住 过去以后 有着眼力气 多干活 勤快点 记得点 有事给家打电话 有空就回来 家里做我妈给做好吃的 走走走 放心吧 爸妈 我都记住了 行 不要动 今天让你来 就是陪爸妈喝茶聊天的 因为小手指头都不要动 我选不搞定 贝贝 来 我去吃 妈 刚洗的吃了 走了 老高 清风 我 我是代表我们三个人 给你一起打了一个电话的 我们是真诚的 希望你参加孩子们的婚礼 我不管你跟关雨晴 到底有什么矛盾 孩子们的婚礼 真是一辈子的大事 太重要了 你要不送女儿出嫁 我告诉你啊 你会后悔一辈子 不要打 你要想去 我陪你 来 洁峰 你看贴质好不好呀 雨晴 你来一下 干吗 怎么了 雨晴 妈 我丈母娘前两天来找过我 她长有什么事啊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说呢 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呗 当年那场车祸 你关叔叔就为雨晴 抽了六百cc的血 你是大夫 你知道这对老关意味着什么 是 老关太初认为了 但是在老关心里 不是没有雨晴这个女儿 我妈说的是真的吗 我也去找过爸 她说那件事 都会愧疚一辈子 她也没想过 因为给你羡慕血 就能换到你的原谅 还特别跟我强调 千万别跟你说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不晚 我来 怎么有蛋糕啊 今天不是谁的生日啊 不是说非得过生日才吃蛋糕 今天是有值得庆祝的事 是吗 我还以为你从泰国回来 咱们只是普通的聚一聚呢 那怎么行呢 若元 我在泰国那个项目 干得非常好 所以这次回来 总部给我加奖 加薪升职了 是吗 那太好了 确实值得庆祝 这次回来 其实说实话 刚到泰国的时候 一无所有 我就一个人带着团队 一点一点干起来 还睡得不服 吃东西拉肚子 差点没拉死 历经磨难 还好挺过来了 以后有机会 我慢慢给你讲 看来你这次去泰国 确实挺不容易的 是啊 有一阵 我真担心自己 没法活着回来 但还好 唯一能支撑我的 就是咱们这个家 真的 每当我快不行的时候 我只要想起你 想起孩子 我就又充满了干劲 我不瞒你说 我 我天天我都关注你 那公众号 你那粉丝越来越多 真好 这个 是咱们的全部家当 我现在都上交给你 我也上交给你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俩已经冷静这么长时间了 我丢掉的工作 现在也都找回来了 你在外面也证明了自己 咱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了 你 但是你已经能权之后 我们的事 不知道 更紧 这次还新闻 我们的事 走 你现在也会提醒你 我知道 我没有受穷 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 而是我 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是想出去 证明你自己的 自己的存在 没问题 我懂你 而且其实说实话 你已经向我证明了 你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 非常值得让人爱的女性 你比别的女性强太多太多了 我做这一切 不是为了向你证明什么 更不是想跟你复合 而是为了向我自己证明 我可以靠我自己 好好地生活 对不起 我跟你在约时间 咱们去民政局把婚礼了吧 多远 你听我说 你这么努力 这不是为了咱们俩 能够破镜重圆 破掉的镜子 我只会扔掉它 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说明 我希望你同意 所以我来抚养晨晨 你的事业重新起步不容易 肯定会经常加班加点 带着孩子也不方便 如果你想它了 可以随时去看它 我们虽然不是夫妻了 但你永远是晨晨的父亲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让我知道 不要轻易依赖任何一个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不要接受一段 虚假的亲密关系 哪怕是婚姻 不将就的日子 才是真的幸福 多远 多远 分手 优优独播剧场 老关 明天雨晴就要结婚了 知道 我知道 明天肯定事都不就多 所以也跟多云早点过去 帮雨晴一把 老关 咱们结婚几十年了 你高血压 心脏不好 所以我一直让着你 可是我心里边 一直压着很多话 今天想跟你好好说一说 多云他妈去世得早 你一个人带着那么小的孩子 当初很多人都给你介绍对象 凡是介意你有孩子的 你都一概不考虑 你对孩子的好 我看在眼里了 而且当年你在单位里 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其实当初我们家 并不同意我嫁给一个二婚的人 可是我就是看在你 心地善良 我是个好男人 所以我一无反顾地嫁给了你 是吧 那个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听我把话说完 咱们结婚后呢 就先生了雨晴 你对这两个女儿是一样的爱 雨晴小的时候 一口一个爸爸 一口一个爸爸 叫得多甜呢 一想起来 就觉得是昨天的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生下了震雷 你有了儿子 从小到大 你是一口一个宝贝 一口一个宝贝叫他 震雷无论是犯了什么错 做了什么事 你都赖在雨晴身上 你都要责归雨晴 都三十多年了 雨晴也从一个小姑娘 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新娘子了 我知道 他是多么希望得到父爱呀 明天他就要结婚了 他多么希望父亲能掺着他的手 走进婚姻的殿堂呢 完了 完了 三十多年了 我 我伤透了孩子的心 现在再说声对不起 来不及了一下 其实这件事爸 我也有责任 我就一直迁就你让着你 老关 咱们老两口 我 是到了该好好反省的时候了 对儿女 不能一碗水端平的父母们 只会让家庭的矛盾越来越大 所以已经离开家以后 我才算想明白了 其实这么多年我 我一直在干预孩子们的生活 我 那多云 结婚十几年了 我到现在 我到今天还坚持对陈志军的偏见 我就不待见他 我就不懂得做家长的和小家庭之间的一个距离 结果 害得他们俩人 最终一离婚告终 雨晴呢 我始终觉得雨晴这丫头 能干 能挣钱 她对家里边的贡献 对姐弟的照顾 那都是应当应分的 可是 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雨晴这四个的想法和感受 不懂得爱和尊敬之间的距离 结果 就害得 害得雨晴 没嫁出走了 这雷呢 我是偏心偏到了家 我是捧在手里怕沛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我恨不得整天把它装在兜里边 我就不懂得成长的距离 结果 我这差一点啊 就把这孩子一辈子给毁了呀我 对不起孩子们 老冠 对不起你 老冠 对不起 老冠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 咱们也该明白了 父母跟孩子们最好的关系 父母跟孩子们最好的关系 是要给他们空间 不远不近 爱他们 就是应该在爱里边去寻找那一厘米 先生 先生 先生妹 爸爸 爸爸 你跟我数数啊 说了要差一百个 好好好 爸爸给你数着 开始啊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哎呦好贵的 爸爸你数错了 五十二十五十一百 好贵的 爸爸你数错了 六十一百 六十二了还不能数数啊 够随心数 对不起对不起 爸爸爸爸你太累了 爸爸随心数 对不起对不起 爸爸随心数啊 来 预备 开始 我有机会啊 我再努力地做一个公正公平的父亲 就像我这样的爸爸 我就从来都没好好爱我这闺女 我有什么字都舔着脸 我坐在娘亲的席上 我现在总是一个愿望 我就是希望我这个闺女 她别再受委屈 别再受伤害 我过去没能给她的那个宠爱 我 我真的我就希望 你能替我弥补 把她多不给你啊 我别放心 希望你好好地疼她 你加倍害 你开心 你好 你是徐同学家长是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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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